欢迎回来 在执行了十多年的太空任务之后 美国宇航局到卡西尼号太空船燃料即将耗尽 在坠毁前还将奋力搏 完成它的最后使命 为研究土星环提供更多资料 在坠毁前 卡西尼号将多次钻入土星与土星环之间 约2400公里宽的地带采集数据 卡西尼项目科学家Linda Spilker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土星环的物质非常庞大 就意味着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足以抵抗微流星体的撞击与侵蚀 那么它们也许和土星本身一样古老 卡西尼号太空船深入土星环时 它配备的宇宙尘埃分析器 将直接获取并分析土星环的成分 卡西尼号太空船是1997年发射升空 历经7年 于2004年抵达土星 在过去的12年间 卡西尼号持续探索土星系统 不仅发现了多颗土星卫星 还收集了很多科学数据 新台湾记者周琪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